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第二堂课跟刚才这一堂课 要谈到那世性的捕捉 跟各位谈是不容易 不是世性 沉静 沉静只有六成 很简单 色 生 香 味 处 法 这六个 狗叫 不是 阿美又叫了 不是 那是意识形态 你要留意到啊 这个区别弄不清楚 我告诉你 进不了状况 进不了状况 有个孩子 似乎我恋爱的 我说恋爱很好啊 那情人是谁啊 没有啦 我现在才看到 他看到一个女孩子 他很喜欢 他就恋爱了 那不能搞错嘛 恋爱有恋爱的状况啊 他都还搞不清楚了 不过表示啊 他已经有长大了 比昨天以前不一样了 今天开始恋爱了 因为今天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他很喜欢 他就恋爱了 这跟恋爱有关系吗 这跟恋爱有关系吗 根本无关嘛 因为啊 你不知道状况 现在我们也是一样 很多人学各种法门 在禅法里 我就跟各位讲 讲到禅啊 一种莫名的 那种兴奋就起来了 然后你就开始自以为 我很有善根 我能参禅 我是禅行者 我是禅贺子 将来我就明心见性 我告诉你啊 那还早咧 就好像那小孩子 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我将来就结婚 然后过幸福快乐的日子 生一杯啦 有男的 有女的啦 那一百年后啊 就只生满堂啊 那个影子都没有啊 你就想那么远去了 现在我们谈到这里啊 不讲前面的 前面的你都知道了 我们刚才跟你讲 假设你都知道了 到入流这里来了 那前面假如没有的 你重新去整理 这我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跟你谈那些啦 现在要谈的就是 你入旅的话能够确定六成 这个六成不能确定你 无法确定 无法肯定啊 你捕捉不到啊 你所捕捉到的都是意识形态 所以前面为什么跟你讲说 疑似有百万念 一个概念啊 一个意识形态是有百万念的啊 有百万念啊 你看看喔 阿美又叫了 那个 阿美又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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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不一样了 他又叫了 这家伙就是没好好训练 刚才没先揍他一顿 没有把套子把它套住 那里面呢 我告诉你 你已经有好几百万念 绕过去啊 你知道吗 刚才很简单的跟你举例说 你看骂他了 他都听到了 那个 尘 到生尘 就是绕好几圈啊 尘到生尘就绕好几圈啊 尘是六尘不分的状况 知道有尘境 那个时候还没有绕 这个时候只有尘境 不知道是生尘 那是下 不一面 当你确定说是 生尘 已经到了第二念 已经到第二念了 啊 当你 这气变是狗叫 那完了 意识形态已经形成了 这是 一个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其实啊 狗叫你已经 还有很多的意识形态在 他为什么叫 是不是青蛙跳出来 还是看到蛇 还是肚子饿 还是人来的 这些意识形态已经 都统统附上去了 统统附上去了 那么 你假如这些不能厘清啊 狗叫啊 不叫生尘啊 狗叫是意识形态啊 阿美又叫了 哦 那就完了 你的称心都起了 已经变异念了 狗叫是善又念 你看阿美又叫了 变异念去了 你的称心已经起了 起了已经过了 这个念头起来 恶音已经造了 称心的音已经造了 称心的果等着你啊 啊 称心果怎么 我们就不讲了 太远了 但是你知道 这叫变异念 狗叫啦 善恶念 生尘生命念 知道吗 那确实说 这是生尘 这是沉浸 已经是受 第二念 在那略 我告诉你 你的敏感度是非常敏锐的 那是第一念里头 那是你的生命经过几番爆炸以后才出来的 才出来的 所以 不要轻易的去讲明心见心 不要轻易的去讲第一念 你要没有经过哪一种大爆炸 自己的生命彻底改造过一番 不要去谈这个部分 你现在就在 变异念 善恶念 生命念之间 能不能弄清楚 然后尽量的把善恶念 变异念 除掉 那你才能够静下来 那个时候调心 才有可能 你才有可能入流 才有可能入流 那要往锁啊 那基本上啊 你要跳过到第一念才往锁 要没有的话 至少你要守住那个地方 射来射 第二念产生的时候 就守在那里 所以这整个过程 已经出国 二国三国都在这里啊 都在这里面形成的 都在这里面形成啊 所以我们讲说 捕捉那个沉静啊 没那么容易啊 沉静都捕捉不到 你怎么入流 怎么往锁呢 所以想想看 修行的要求啊 这不是知识 你要当做知识啊 佛学啊 那可以 那简单的讲过去就好 反正跟生死无关嘛 那顶多说考试一百分 那零分而已啊 零分到一百分之间啊 可是在修行 不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我们才一再跟各位要求说 捕捉沉静的功夫 你一定要锻炼出来 捕捉沉静的功夫 要真修行啊 真修行啊 蒙修的哦 我们不特别要求 我们在那边开 开禅修课啊 都是来蒙修 蒙修就不要求啦 你不要有便衣面 都在善恶面里面 大善人一个 我不小心啊 一脚踹到生命面里面去啊 培养善根 下辈子哦 好修行 所以这辈子啊 我常跟各位举例啊 我说这里 有个袋子 袋子有五种东西 五种东西啊 一个 球 一个鸡蛋 一个鹅卵石 一个乒乓球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鳳丸 大概都一样大嘛 都在里面 你摸一个 这五个啊 就是 变异念 三二念 身内念 第二念 第一念 本体念就没办法放进去啊 这五个呢 那你抓一个起来 你看你每次抓的 都是变异念 你不会抓到真的 你不会抓到第二念 不要说第一念 那你抓到那一个 你就肯定那一个是对的 那就你的意识形态 因为你经验过了 你肯定是那一个嘛 所以你老是讲那一个 那我跟你讲说 那个叫第一念 你也不相信 你一定说 我这个叫第一念 前面我们都跟你分析过了 所以你怎么样能够真正掌握到是真的 那就要看你前辈子有没有修啊 你前辈子修到哪里 你这辈子才会抓到哪一个啊 因为你的意识流啊 意识流啊 始终把你定在那里 所以我们一再跟各位讲说 你要进去禅堂 旧的全部丢掉 旧的全部丢掉 同样 你要是到 北的道场去 你也要把我们的通通放下来 接受人家教的 你带着我们的东西去看北人的东西 你没有办法看进去 你要看他什么都不对 同样的 你现在杂性不放下 这边讲什么 就算你要接受啊 你会冲突 那些都杂性 都杂性 而且那种语言文字都很像 因为我们讲的都叫国语 你知道吗 用词啊 就是那一堆啊 简听也简听去啊 那没有办法处理的 那些你一定要放下 重新这里架构一套 这里所给你的 语言模式 思维模式 跟实维模式 你重新加工 同样你到任何道场去 有人指导的话 你要接纳他的语言模式 思维模式跟行为模式 这个没有的话你进不去 那你去也是浪费时间 你不要以为啊 天下人讲的都一样 今天不可能 唐宋时代有可能 因为唐宋时代的文化 形成啊很一致 而且前前后后 像到大会中高禅师的时候 他们很一致啊 那时候唐宋文化到他这个时候也将近五百年了 五百年的时间啊 他语言很一致嘛 很一致啊 所以你讲错我 我可以虚理你啊 可以棒喝啊 现在你不能棒喝 因为你用的那一套跟我用的这一套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还有人叫解脱门 还有人叫解脱血 他解脱血的定义是什么 你不知道啊 那你一定要完全接纳他的东西 安详禅 安详禅讲什么 你有没有清楚嘛 他讲的 你不能说他讲什么 我不知道啊 有一个笨蛋去问 我会问 先话上人说 你看现代禅 然后禅哪有现代古代 就把你打死了 因为他不懂得你的语言模式嘛 你不能这样问啊 所以我们要跟人家写 你要记得 写他的语言模式跟思维模式 以后确定你的行为模式 那才有可能 所以在参与当中 要非常留意 你们出去也一样 那现在来到这个时候 你先把它弄清楚 沉静啊 很不容易弄清楚啦 沉静没有弄清楚啊 你怎么修圆通啊 根本不可能啊 所以你在修的 都是边一面 边一面 修到三月内就不错了 偶尔一脚踹进来 到生命念来 到生命念来 那个灵光乍现呢 大概就是这个啦 一般讲的啦 你自己讲啊 我有一些善根发相啊 一些瑞相啊 这些状况啊 大概就偶尔一次两次啊 踏入生命念这边 在生命念这边 其实还没有办法捕捉到 沉静 没有办法完全啊 偶尔一两次有啦 在这个时候才是我们开始讲的 失败失败失败 无量的失败 在这个地方 因为在前面那些不是失败 那根本就一塌糊涂啊 还没有进入状况 来到生命念这一块 才叫做修行的状况 那你在捕捉 你没有捕捉到 要掉入意识形态 因为它绕过来 确认以后就是意识形态 知道吗 受 受以后第六意识起作用 第六完到第七 第七到第八 这个叫想 第八到第七 第七松到第六 来确认 这样一圈 一个意识就起来了 所以这个意识绕了很多圈啊 你都不知道啊 你都不知道啊 那你这个地方没有看清楚 你哪有 哪有 哪有沉浸 所以你的沉浸 都是法尘当中的善恶 变异 善恶跟变异啊 那个不叫沉浸 那是法尘的一种综合概念 那你没有办法看到 那个沉浸的元素 法尘当中的综合概念啊 是综合很多沉浸的组合作用在里面 你没有办法看到基本元素 我们在跟各位讲的沉浸的沉浸 就是色身相畏触法 那几个单纯的元素 不是经过元素组合以后的东西 你要留意到这一点啊 所以要捕捉沉浸的意思 是捕捉色身相畏触法 的单一元素 不是综合概念 所有的综合概念 都是善恶念 跟变异念 所以心情你要把这个东西弄清楚 这个东西没有弄清楚 你根本没有下手处 所以各位现在所拥有的法门跟下手处啊 大概都是属于善恶念的部分 所以入流 所以入流 弄清楚 要怎么入流 先捕捉沉浸的锁 你才有可能 入流 然后入流以后到王锁 那就是开始修行的功夫了 所以他的 门槛 这个门槛 其实很高 这个门槛很高 要弄清楚 你不要轻易的说你就满足这个标准 我们跟各位讲 很不可能 很不可能 你在哪里学我 我们不管你到这里来 在这个要求上一定 每一个人都一样 每一个人都一样 你现在先建立 这整个标准系统在这里啊 你要把它弄清楚 对异念 善恶念 都是综合概念 它不叫沉浸 不叫沉浸 我们的定义是这个不算 当然它也是法成的一个沉浸 是法成的一个沉浸 但是那又太粗糙了 太粗糙了 你没有办法修行 那有办法的 大概也只能讲修养 不是修行 修行就到前面来 大概很简单的 最简单的 我们前面讲的 最简单的那个概念 大概一百个念以下的概念 那已经在受想形式绕过好几圈了 那个部分呢 就属于柱的部分 你开始在这边 做捕捉的信念 做捕捉的信念 这个 这个虚型的要领啊 要求很高啊 基本条件啊 这个要进禅堂打漆啊 漆天要克其体证啊 从这个地方开始 那我们现在没办法 我现在算算我们大概有 十来一个人可以 国内国外加一加 差不多十来一个人 那十来一个人 那来打这个七药 我想会惊天动地 但是呢 我们做得到吗 到入流这里 最宽松的定义 出国 前期的这个准备做好了 这么一个七一动啊 那天天会惊天动地 天天都会有啊 有人开悟啊 但是你这个条件要准备好啊 这条件准备好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难啊 就是杂性太多 就各道场啊 你都各道场 采变了 采到这里来啊 那脚底下 已经不是啊 片叶不沾身了 已经是啊 不要说啊 五味杂陈了 所以来到这里 要再一个进化 比完全不知道的更难 更难 因为你在各种刑法里 太多太多东西 明明在禅堂里论道 他还要跟你讲密法的传法灌顶 那你不败给他才怪 所以这些杂性不清楚啊 你没有办法进行 杂性一定要清楚 所以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要跟各位讲入流 我要讲那么久啊 讲那么多啊 这没有办法 这第一步你条件要具备啊 条件要具备 这不是新生训练 一上来啊 上面就讲下面就睡啊 时间到啊 要出去尿尿啊 喝杯水就进来 上面就讲下面就睡啊 时间到要出去尿尿 喝杯水就进来 然后一天结束啊 明天再一天 两天心生训练 你就正式的学生了 这不一样啊 这不是讲仪式的 是讲实际的 像因果负责啊 这不是语言 我前面跟我讲 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谈善的 它是你内心里头的那个东西啊 那个真如发动的那个基地啊 那个菩提心啊 那个种子啊 知道吗 这个我们一直要求各位说 你这一点一定要做好 虽然我们不否认其他大德的指导啊 虽然我们不否认其他大德的指导啊 但是你来到这里 这一个基础一定要站好 最近啊我比较匹贱 在睡觉的时候脚肠会抖 啊 一个兄弟啊 我就问他说 诶这样的啊 要怎么 有没有人叫你站庄 有啊 我说我不站啊 站那么久也没用 他对啊 那是骗人的 那练武的人都要告诉你站庄 我说你有什么方法 他说你要不要做 我说你现在讲我就做 有啊 他说大概五秒钟你就要开始抖了 这两招 我就照他讲做的确实有效 已经过一个礼拜了 我还没有做第二次 他说这真有效的方法 你每天啊 大概要做五次 我认为他算一算一次大概五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他几秒钟就开始抖了 他要抖到出汗 那你要撑下去 他总共两个招式 两条腿换一下 你都没时间去做 你都没时间去做 那你懂也没用了 真的功夫 你有谁到啊 真功夫啊 那我们有没有真功夫啊 修行啊 现在真功夫教你啊 你不要跟我一样啊 站庄啊 他在教那一次有站啊 那天又打电话给我 有没有站啊 哦 哎哎! 哎呀,要没有力 气地要死啊 不行啊 我们一定要去做 既然进禅堂 那你那个心境要去扣好 要去扣好 沉浸是什么 我跟各位讲 最少你要摸三年 什么理论都没用 理论我们都懂 我告诉你 老理论 心理论 三前三要从来没人讲过 我们都跟你拆开来 都听到闭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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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再讲一次了 你不好好修你欠我的 你看 已经扯得这么轻了 你看 还没办法进行 最少这七天也要好好 但是我告诉你 那沉浸真的很难弄清楚 你不要说你失败在哪里 你在这里你就失败了 所有失败的百分之百在这里失败 所有成功的都这一关过了 这就是第一步啊 因为你会把那综合概念当沉浸 尤其我们大圣禅法最讨厌的就是讲法成 因为他讲心性嘛 讲意识嘛 所以你都 因为是法成你就把综合概念当法成 我告诉你 差远啦 综合概念不算 人生成你都搞错了 人生成你都搞错了 你还讲综合概念 所有六成呢 经过你的大脑啊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这样跟你分啊 颜 颜 颜 鼻 舌 身 意 这叫六四 意是六四 第六意识是了别同的 六四是意识 第六意识是第六意识 两个是不一样 因为你一经地地六意识加工以后 你就已经变成概念了 已经变成法成的东西 不是 变成综合概念的东西 不是意识的那个法成 意识的那个法成是单纯的法成 你要弄清楚啊 我在这个地方讲的为是 跟他们为是讲的不一样 不是我跟他革命啊 因为他们是缓革命啊 那没有办法啊 你知道吗 因为 荣 额 鼻 舌 身 意嘛 你为什么讲全五四 他就是在 意识的法成 跟第六意识的了备混在一起 所以你这些事情你他们搞不清楚 这罪不在你 在明佑菩萨 这意识对法成啊 第六意识以后的是综合概念嘛 它不是法成啊 它是个意识啊 是一个综合概念 所以我们前面跟你讲说 一识有百万念啊 那为什么那个综合概念啊 已经进入善恶念了 已经进入善恶念了 只要是 色色想形式绕一圈以后 都属于综合概念 都是善恶念 你不能把善恶念当作法成 而且你要知道啊 色色想形式 这个色色想 这五成 它所面对的啊 这个五成啊 那不 我讲到稍微的了 阳老鼻舌身 所面对的色相畏促 这个五成啊 只要经过第六意识 就变综合 综合概念啊 综合概念通通变法成啊 但是这个综合概念的法成跟意识 意识的那个法成不一样 意识的那个法成是在圣恶念这边 这个第六意识绕一圈以后啊 这个受想形式 这个绕一圈以后 变成善恶念啊 我告诉你 这个在历史上没有人跟你讲过啊 你绝对搞不清楚啊 虽然我讲讲讲讲很久啊 这六四法成跟第六意识的综合概念的部分啊 我很早就讲了 十几年啊 我自己也讲不清楚啊 是最近被你们逼出来啊 因为你越搞不清楚我就要越认真你知道吗 我不得不进步啊 为了把你搞清楚啊 才会变成热汤鸡 就这样子啊 这个时代 我们这样讲 我跟你讲啊 我很自豪啊 这也是一种慢心啊 天下地利啊 这不是我讲的而已啊 你看有没有找赤家找得出来没 可能古人有人这样讲过 但是我相信今天的社会 没人这样讲 没人这样提 那我书也看得少说实在 早期是看很多啦 因为开始以后啊 现在已经不看书了 什么三藏十二部啊 真的是那个建功法师讲的 饶他去悟啊 但是行你要真行啊 因为那些你已经乱过了 现在开始这行的这个部分呢 是完全走在菩提道上的东西 走在菩萨道上的东西 走在土弦道上的东西 而这三个是一体的 是一体的 所以他综合对线的东西 一定在三藏十二部里 那你必须先把这个弄清楚啊 不要在那边想说 啊说那句话不早就讲下去 甘巴滤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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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曾经要弄清楚很不容易 我们都活在啊 善恶内跟变异滤滤滤滤滤 所以你要修行要进入生命内 你根本进不去啊 进不去 进不去不可能修行 可是呢 你已经破功达到修了几十年了 跟你说没修 你一定不平 各大山头 各大高僧 各大残堂 你都做过了 不知做断多少个普团 你说你没修吗 你绝对不服嘛 可是你修到哪里去啊 你都要修善恶念跟变异念啊 真用功夫啊 上上跟去啊 从师妹念下手 马上超越啊 你在变异念怎么修啊 你会有很多矛盾跟冲突 会搞不清楚 绝对会搞不清楚 你怎么这样那样那样那样 弄到最后呢 你就一直在那台笔剪贴 那些语言文字 有的要开悟 有的要明心见性 有的要怎么 到底你在讲什么 没有那些事啊 你要真的从行法中一步一步走上来 你会看到 他们在讲的 原来在讲什么 原来在讲什么 后面啊 我们还有两个礼拜 要讲这几个字 你上上看 总共几个字 世间争文所文静 静闻不住 绝所绝空 空解极缘 空所空灭 世灭继灭 极灭现前 就要讲这几个字而已啊 要讲两个礼拜啊 忽然超越世出世间 那就是那个忽然 这种经典就会有忽然两个字啊 我跟你讲 修行人啊 证悟到那里 语言表达不出来啊 他只有忽然两个字而已啊 你就去忽然一下嘛 看你能不能忽然嘛 你只是当然而已啊 没有用啊 没有发生大爆炸 生命要发生大爆炸 而且啊 第一次大爆炸是绝对需要 但是不是唯一需要 它是绝对的 必须要有 不经过不算 那个就是所谓开悟 那一开悟啊 忽然超越世出世间 不然呢 掉回世出世间 走了 你没有第二次超越就掉回来了 因为你掉了那个水瓶 那个福报 那三根在那里 但是焦化 焦化 不只僵化 焦化了 焦牙拜种嘛 你在不超越不行 阿罗汉就 就怕有这种情况 不是每个阿罗汉都是焦牙拜种嘛 但是他不再超越 没有第二次超越的 大概都是焦牙拜种 关键就在这里阿 前面的行法 那个才是关键阿 你不要去探讨后面忽然以后怎么样 你都没有忽然就没有以后 你要去想办法创造忽然出来阿 开悟眉阿 什么明星见星阿 我是到哪里 那都没有用 你有一个忽然 那种实质性的状况就有了 那你没有忽然就没有了 忽然不是你自己弄的 默然回头 那就忽然嘛 那不小心呢 踏破铁斜阿 无逆处嘛 默然回首阿 村上之头已失分 那个默然回首 就是忽然超越嘛 那用到原文就不同而已 那境界都可以描述出来 你有没有 你描述不出来 没用阿 现在我讲的你在忽然没有用阿 那个对我讲的没用阿 那成就不成就有那个关键在 那对这个忽然超越世出世间之前的功夫阿 那你要弄清楚阿 所以讲成佛之道是讲前面这一段阿 我要跟各位讲说也是这一段 这一段里头你看到哪里有好跟 根本没有好跟嘛 对不对 你是自己排比嘛 当然前面后面来看知道这个事情很好跟 可是这个行法不限于好跟 六根都可以用 六根既然都可以用 六层就都可以起作用了 但是你要找六根对的六层阿 你不要跑到概念去阿 综合概念那些不算 所以要讲的是最原始的 基本元素六个 六层阿 基本元素阿 那元素加工以后都不算 元素加工以后通通变综合法层 通通变成中合法层 中合法层都统统在三位念里面 所以你去注意看看 一般佛教都讲中合法层 当然他不讲说他讲中合法层阿 但是他所讲的都是三六念的 然后呢就衔接一条很奇怪的东西 接到神通六号那里 你去注意看看 讲善恶念变异念都会有神通 很奇怪耶 那个通而不是我们这个通 人家明年就讲神周六号 他就变成神通六号 明年大概就变神通七号了 他跟着水涨船高 为什么 因为你都讲变异念善恶念 他当然不用这种语言文字嘛 可是你看他所讲的内容都是那个东西 综合概念 我们一般也可以叫综合法成 这名词我发明的你都可以改不要紧 不会侵犯版权 我不介意 用得好听就好 综合概念综合法成都可以 只要经过地略意识的了白以后 剩下来的概念都是意识形态 他都是三二念跟变异念的东西 而我们要跟你讲 你要进入入流忘所之前 真正修行啊 你要减肥这六成 就是六个基本元素 六个基本元素 这个基本元素能够减肥出来 你要捕捉才有可能嘛 现在我们在沉坐的时候 捕捉这些沉浸为什么会失败 因为你一直在捕捉那些综合法成 你捕捉综合法成 你绝对抓不住的嘛 你第一个意思 他太命了你知道吗 比佛流更命 老马有没有抓不住 漫鱼啊 不是漫鱼嘛 漫鱼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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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漫鱼 对嘛 我们叫 路曼嘛 所以叫漫鱼嘛 那漫鱼啊 他很难抓 很难抓 你怎么抓他都会钻出去 知道吗 中和法成就是这样 你没有办法钻 你要捕捉中和法成一定失败 那就是漫鱼 后来左中堂跟李鸿章就很厉害 你看 他就正装 你来我就打下去 结果把他打分了 你看 漫鱼被抓起来就是这样 心情就是这样 你没有看清楚基本的 那个六个元素 然后你选择一个元素就好 你不要想 我是天下第一有三根的 六层通收 嘟嘘六根 不要臭屁啊 你只要一根一层就好 所以抓住一层 你从那一层去 就能入流忘熟 知道吗 那你那基本元素没有 你去抓中和法成你就完了 不说完蛋啦 不会说都不成就 但是呢 一定要四好几对 攻好几半 二分之一 又二分之一 又二分之一 啊 倍数啊 你用攻啊 要多好几倍 好几倍出来 但是你又是捕捉到 能够确认 沉浅是什么的时候 那很容易进去 我跟你讲 非常容易啊 沉浅是什么 你应该有点概念 有点概念 假如没有的话 几期以后回去 你试试看 喝三瓶啤酒 然后把它昏倒 早上起来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 我在哪里 我在哪里 有没有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就捕捉沉浸的时候 就是捕捉沉浸啊 当然还是中和法成啊 但是我们在讲那个捕捉沉浸就是指那种状况 嗯 这个是什么 有没有 有那种状况 大家不是想的啊 我讲的还是想的啊 还是意识分别啊 但是那个状况 沉浸出现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沉浸 深沉啊 还是色沉啊 有没有 那那就对了 那你要到这个地方来 我告诉你啊 五年功夫 上跟弃者 十年功夫 正常的 嗯 你不要以为 我昨天就是这样 昨天 昨天查一点神经了 不是神通啊 这个 没有那么快 那你要尊功夫的人 你也会有这种境界 也会有这种经验 会到这个地方来 会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就是我们 一再要告诉你的 沉浸 简别清楚 沉浸 就是基本元素 就那六个元素 色 身 香 味 触 法 义根所对的法成 那个法成 我跟你讲 非常难找 非常难抓 义识对法成哦 你大概都是第六义识对 中和法成 那不是义识对法成 所以 为什么 会说 这个地方好修 是前五 五四 所对的前五成 是这个样子 所以古代之所以讲 前五四 原因 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 义 义识所对的法成啊 我 我是这样猜测啦 不管 不敢说肯定啦 古人对法成大概都没有体会 都没有体会 因为他没有 他不是没有体会 他知道他体会的讲得你 就没用啊 你根本分辨不出来 你只能分别的是 中和法成 不是法成 所以那个地方就不讲 因为一讲的话你要问 法成是什么 讲不清楚啊 所以干脆就讲前五四 转前五四 成成所作字 对不对 那 那前五四 为什么不讲前六四 可以啊 那你要转前六四 那法成又能转呢 你法成抓不到啊 法成抓不到的话 你义识怎么转成 成所作字啊 地略义识是转成妙观察字 知道吗 那 义识呢 也是转成成所作字啊 是前六四啊 转成成所作字 第六义识啊 转成妙观察字啊 你在这里啊 因为那个法成你不好找 我们理论上 我们理论上 现在来讲 对各位来讲 都理论上有六成 事实上 你能捕捉的 在基本心情里头啊 前五成 你抓得到 六成你抓不到 六成要到什么时候啊 要到成佛才抓得到 八地以上的菩萨才抓得到 那你不要为了这个东西 掉到那陷阱里头去嘛 你掉不进去啊 所以呢 我们在指导你可行的 我跟各位讲 佛陀所讲的法 我们都能修 他法成不讲 就知道你现在不能修 八地以上得修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讲前五成不是没有道理 前五四不是没道理 但是你在理论上来讲 纯理论来讲的话 那就前六四嘛 法成也算进去 不过你不要去修法成 大师之菩萨叫个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那就有法成啊 那可以修啊 可是义佛你看看 通通念歪的 他叫你义佛念佛 你怎么变成口头念佛 那个义佛念佛的念佛是怀念 心念 那个念 义佛是用根性 念佛是法成 我告诉你啊 没有人讲啊 他义佛念佛怎么解释 就像妈妈想熬子熬子想妈妈 敢用道交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是啊 都讲到那边去啊 义佛是用根 念佛是用法成 所以义根跟法成 在那里有讲啊 从唐朝到现在 所以所有注解能源的 这里没有办法交代 没有办法交代 法成啊 他讲的念佛是法成耶 那我们搞错了 所以我跟我讲说 成敬一定要先弄好 你才有可能入流亡所 那没有把成敬给弄清楚 你所讲的亡所的所啊 是指善恶念的所 变异念的所 那讲到善恶念变异念去啊 你上面忽然超越那个境界 你绝对不会成就啊 绝对不会成就 所以讲了很多修的也很多 你看现代人啊 照古人修的 譬如波周三妹友吧 波周三妹友跟你讲也是一样啦 印度的修法啦 那现在净土很多人拿去念啦 告诉你不会成就 因为你都在善恶念跟变异念里面 你没有进入生命内里头 所以那些人在修 你只能赞叹他 吃尽一切苦头 还无怨无悔 你继续向前猛冲 值得我们恭敬 不要笑话 因为你一直在善恶念冲什么嘛 你必须到宋恶念里头去啊 但是你做不到沉浸你就进不去啊 这不是我要批评啊 说人家不对 实在不应该 这要忏悔 但是这个法他不能这样修 我不是说他们不好 他们要去我们很鼓励 那他要去当然鼓励赞叹啊 可是我不欠你们去修这些 你要怎么样明定清除嘛 把沉浸抓好 从生命内开始下手 那你要怎么苦行都无所谓 很快会成就的 如果你没有抓到生命内的这个区块是什么 光是在善恶念跟斑因念 那你不要吃苦嘛 何必呢 好好的生活不享受 在那边受什么苦难啊 那可以修到一些人天福报 想要啊 想要啊 止住妄想 想要出离三界 无有是处 不是说那个法不能修啊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你要进到生命内的范畴里 所以我跟各位谈的 这个公式啊 运用在所有的法门 所以我们叫做生命学的基本结构啊 就是指这个东西啊 不要看这个图啊 要讲讲不完啊 讲不完啊 所以你任何的行法都可以回到这个地方来 回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部分呢 一再的提供给各位啊 也希望各位能够重视 我想这不止重视而已啊 你要使 使他 捕捉沉浸 沉浸的六个基本要素 就只有六个而已 我们还把第六个给你扣掉 剩下五个 这个更好 你选一个 五个选一个 这命中率相当高 但是你连沉浸都不懂啊 那我劝你还是不要去搞综合沉浸 综合概念 综合法成 不要去搞那个 那那个对你来讲啊 你要下很大很大的功夫 很大的功夫 而且呢 偶尔才踩到啊 生命内的领域 你就高兴的不得了 我们现在是 辅导你 直接进入生命内的领域 从这里起修 你只要进到这里开始起修啊 你就已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因为你已经入流了 对不对 尽管再插进也出国啊 啊你要高端一点啊 已经接近法身了 你要留意啊 这里面的功夫就已经相当多了 那你在外面搞那些善恶念变异念啊 那搞到何年何月啊 等旅年再成就是吗 还是等归年再成就 我们只有十二年啊 有的要等到猫年啊 那我就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啊 这是一个关键处 那么一般刑法 一般刑者 一般指导 也很难谈到这里 今天不是我要谈 我也是不小心谈到这里的 才这样讲啊 今天我没这样我还不会讲啊 这个都是啊 葬 阿难 这个土豹子啊 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啊 才请来啊 观世音菩萨这位大士啊 讲讲他从前修学的过程 而我们在这里啊 跟他相应了 从观世音佛 一直到观世音菩萨 透过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这一会 传到我们这里 这传承很完整嘛 我满足了密法的心业 我们传承一直没断啊 你不能够说 那阿难跟释迦牟尼佛传给我 有没有灌顶啊 我不知道观世音菩萨在这个时候 有没有灌顶啊 假如他生生世世都有灌顶 那我们也把它装作 装作 这一作 我们也生生世世都有灌顶 你只要把这个法提到 这个叫醍醐灌顶 灌顶完毕了 现在我就不知道你是密法帝斯啊 禅法帝斯啊 现在我就不知道你是密法帝斯啊 禅法帝斯啊 现在我就不知道你是密法帝斯啊 真要讲讲的喔 你还是要教住陈啦 陈静啊 要高盛鼓掌完就结束了 陈静啊 要捕捉住 修行的一个要件 他这个法门展开很多 二十五元通 全部是这个样子啊 只是捕捉沉静以后啊 他从沉静成就 沉静成就 或者呢 从世性成就 或者啊 从根性成就 三六一十八 再加七大 七大 七大是把沉静啊 叫做围观 沉静是怎么形成的 这地水火风空 所以这 这几个构成的啊 他把这个七大 就沉静在围观以后 也可以啦 因为那个 基本元素嘛 那 那六个基本元素 你在围观也可以啊 在围观就分七个步骤嘛 那你假如不围观 直接从沉静修就好嘛 那有些人就有那种屁啊 那叫什么 洁癖啊 喜欢占到底的 那你就把沉静啊 再围观 那也可以啊 那你不围观 那你就从沉静修 从沉静一修 从沉静悟 这也是一种元通 从沉静一修 从世性悟 是一种元通 从沉静修 从根性悟 是一种元通 那这里讲的是 沉静修 根性悟的状况 那你从沉静修 沉静 也不根性 也不适性 直接 再分析下去 再围观下去 那你从七大悟 也可以 那这个法门 二十五元通 二十五本身就元通了 从每一个单一法门 去元通 是一个方法 光是宏观来讲 这二十五个 你就元通了 也是一个方法 但关键就在沉静 所以沉静的认知啊 你不要以为无关啊 沉静的认知 当下就可以觉悟啊 当下就可以觉悟啊 那是另外一个部分 有机会我们再讲 先再讲 根性元通 那你就从根性元通来 但是这个地方要入游啊 你一定先把沉静抓住 我们才好跟你讲 你不要以为说 这里没有特别强调那个部分啊 这个部分还是有强调 因为它是从前面连过来的 这经文是从前面连过来 而且后面大家在解释的时候 你看看 动静跟觉空灭 有没有 动静跟 那个跟成啊 动静是成啊 动静跟 就是成跟跟的关系啊 对不对 后面才有觉空灭啊 所以这个部分已经告诉我们 沉静的存在是一个前提啊 一个前提啊 不要以为说 师父在这里讲那么多 师父下面不会讲啊 这里潘是在拆平的啊 第一步 不可以错过 第一步错过 永远都错过 你假如第一步不踩到 师妹念这边来修的话 那你就三个念啊 那就恭喜你 百千万劫难遭遇 你正在说你就要长节修行啦 要相当长的时间 你才能够发觉 师妹念 这个三恶念是错误的 那要转入师妹念 那是一个开悟 那个不叫开悟 那叫善根发相 一个瑞相绕一相 你要进入 全部都在师妹念里头 才是真修行 或者你学的都人天福报 OK 这个部分呢 我们讲到这里 那明天呢 我们就讲王所是什么 你会不说王所得 他到时候 他让你会否认为 小则带 我还会让你 想要好 我可以看到 还是愿意 我可以看到我 我可以看到你 我看你 你真不想 我可以看看你